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三十八月 第四行戒贪律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第三个自在 戒贪律得成五种自在 讲到第三不得自在 谁欲污被 第四呢 我们接着看第四 王位自在 真其妙故 解奉献故 这个王是代表各个阶层的领导人物 每一个人也都具有领导的地位 在家里呢 一个家长 他是这一家的王 只想代表领导人 那么你开一个店 你是老板 那你就是王 这个店 你是最大的 你是领导人 王位自在 就是你的社会地位 永远受到群众 拥护爱戴 你没有贪欲 恩惠 便其一切众生 众生哪有不拥护不爱戴的道理 无论我们是什么身份 地位 决定要断贪嗔痴 才能得大自在 真其妙物皆奉行物 因为你得到群众的爱戴永福 群众 当然他会把一些真其吃物供养你 由于你没有贪欲 你决定是回馈 布施 供养一切众生 这个因果是循环的 你布施给别人 那别人当然也会布施给你 这个因果是循环的 这个果报无比殊胜 如果一个领导人自己享受真其保护 不肯供养大众 那么这样群众所有的真其保护 也都会各自藏命起来 他也不拿出来 不肯奉献出来 于是这个世间的真其保护都被淹没了 不能发挥其得用 这是罪业 什么罪业呢 不能物尽其用 每一个物 物品都它的作用 那么你不能去充分地利用 让这个物发挥它的作用 这个就是罪过了 那么我们自己有能力有智慧 所以不愿意教别人 这是令法 这是令法 如果障碍别人的才华智慧 使它不能发挥 比自己令法的 这个罪过还严重 会得到愚痴的福报 国法讲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因果万法都空 因果怎么会不空呢 因会变成果 果又会变成因 所以因果永远在转变 循环相续 就是循环不空 转变不空 相续不空 因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好像我们吃水果 吃到的是果 那么水果那个壳啊 你在丢下去呢 它又变成因 它又会长成果 所以我们不要自私自利 短视尽力 只顾自己的果报 应当扣大信仰 转变念头 像诸佛菩萨一样 念念为众生着想 量大福大 越转就越殊胜了 不要怕 那么换了贪欲呢 这个王位就不自在了 争取难接奉 争取保物 别人也不肯啊 奉献出来啦 奉献给你啦 所以这个 贪 就是造成的障碍 那么不贪呢 我们这个 受用啊 永远没有求劲啊 我们再看第五 我们再看第五 所获之物 过本所求百倍殊胜 由于习时不坚几乎 这是离贪欲得到的第五种自在 或是所得之物超过自己所取物 百是形容词 不是数字 不是说只有 一百倍 意思就是说 你所得到的福报 与你所修的功德 决定是相应的 你有多大的功德 福报就有多大 佛的功德呢 最大 灭度到今天呢 都是三千多年了 世间人对佛菩萨的功德奉献 依旧不解 什么原因呢 由于习时不坚几乎 他不坚令 也不会去嫉妒障碍别人 坚就是令慎贪欲 自己有的人不肯施舍 不肯帮助别人 菩萨练练练成人之美 练练当中啊 希望啊 不帮助别人 决定啊 在这个地方没有贪心 也没有映射 嫉妒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 多数啊都能够传了十几代 因为他做帝王的时候 积德修善 接受圣贤的教育 做成子的也奉行圣贤教育 所以他的子孙啊 能够练练十几代 这样摇环视讯教的 有一世之德者 就有一世子孙保之 有二世三世之德者 就有二世三世子孙保之 有十世百世之德者 就有十世百世的子孙来保之 就看他积功练德啦 积德多少多大 不要积德不要积才 积才就伤道啊 那有智慧的人呢 积德啊 积德呢给子孙 你不要积才给子孙 果报不一样啊 不要等到说来生来世 你现在就看得到啊 你积才给子孙 那子孙怎么样啊 他会不会好好的给你 保持这个家道呢 就很难讲啦 我们现在看到社会上很多 分财产啊 兄弟管不成仇 兄弟姐妹呢 大家没有钱啊 哇 大家都很好 那一旦分财产啊 他分得多他分得少 啊 就真的 就真的 真的之后怎么样呢 兄弟就变 亲兄弟骨肉就变怎么样呢 变焉家仇敌啦 甚至到法院去打官司啦 这个都非常多啊 变仇人啦 那这个佛给我们讲的呢 世间好化佛说尽啊 佛给我们讲的都是真实也啊 且就不骗我们啊 那如果你知道呢 像范仲淹 哦 他有钱就趕快救济这些穷福的人 需要的人 他接德呢 给他的子孙 虽然没有钱 但是有德啊 福报 给子孙 他子孙呢 没有钱 但是自然啊 淹源到了 他就发达了 到现在呢 八百多年了 他的子孙后代啊 都还一直很好 所以范仲淹呢 他是学佛的 以前呢 读书啊 都到试验 借试验才去读书 所以他很穷的时候呢 挖到房间他都没有动心 到了他做的宰相 然后呢 这个试验的 以前读书那个试验的住持啊 跟他话言啊 他才说出来 那可见了他是学佛的嘛 所以呢 学佛的人一定接受佛菩萨的教导 圣贤佛菩萨的教导 所以他知道呢 离山堵烦恼 离坚令嫉妒 一生呢 自己呢 很清净 又能够呢 救济贫苦 兴办义学 为国举财 为国家培养人才 那么他的子子孙孙呢 都效法祖宗行善积德 所以他的家道啊 到现在呢 八百年啊 不衰 代代有行人啊 继承 那么至于工商业 老字号 有的也能传了几百年 所谓啊 百年老殿 生利兴隆啊 不会失败 不管怎么改朝万代 他的殿呢 就是能够 他的子孙就是能够 都给他免延下来 那原理是什么 出的好子孙嘛 啊 那个子孙呢 就是被他救济了 被他帮助来报恩的嘛 那英国就是这样 他来了一定 就是维持他的家道 啊如果呢 到处的想占人家便宜啊 那非爱是就来了 不要什么百年老殿啊 恐怕几年就没有了 啊 啊 所以 你看啊 有一些老字号的商店 他为什么能够维持那么久 什么原因呢 为社会 为众生服务奉献 他不是为了贪力 贪财 啊 自己的生活只要能过得起 他就非常满足了 多余的呢 回馈社会 因此他的生力可以连连了很多代 凡是违背圣贤的教理 作恶而不知道修缮 纵使前世修复再大 那这一生啊 不抖隔继续修复 那这一生啊 不抖隔继续修复 就没有了 甚至连这一生都保得住 不要到晚年了 这个就败了 才知道事出事法总不离因果 这是所获之物啊 过本所求 你要求的呢 超过你需要的 百倍殊胜 这是由于呢 过去 习史啊 就是往习 这个时候啊 你以前啊 修了这个 不坚定 不嫉妒 不要去障碍别人 好不好 这样呢 得真过报 那么 我们老和尚有做一个榜样给人看 他的著作呢 没有完全 现在的人呢 他写了一本书啦 著解啊 没有完全 这个我看变方主持文操 变主也是说 凡是流通佛法的经书啊 不能写版前所有 翻印必救 应该啊 翻明翻印 廣位流通 那个佛经呢 佛也没有卖他版权啦 释迦摩尼佛的 著作权是释迦摩尼佛 所以把这个佛经拿来呢 他作为他的版权呢 是报释迦摩尼佛的版啦 这个罪过就很重要 纵然自己的著作呢 也不要有版权 你有版权呢 你得到有信 赚了几个钱呢 所以呢 不要有版权啦 人家呢 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过去也有同修去大陆啊 看到有一些商店 还有寺院 在卖老和尚的认识佛教 他是在卖钱的 不是免贵的 然后就去报告老和尚 所以有人把师父你的书拿去卖 那么老和尚他讲一个原则 只要呢 我没有卖他版权啦 我就欢迎大家理不通 那么有一些人花心出钱啊 去做出来呢 那免贿呢 征送供养大众 他不会太好唤醒 他说有人拿去卖 那也没关系啦 他说帮助他财 发财啊 财不失啊 但是呢 不能 他不能写版权所有啊 只有他能卖 别人不能卖 不可以这样 谁要卖 你要免费流通 他这个他不敢设 他不敢设 那这边有免费的 那边在卖的 都有 看他要去拿钱去买 还是要去拿免费的嘛 让人家去选择 那么大部分去买的人呢 都是不知道的 初学的 他去逛书店啦 他看到 他看到呢 有在卖 有在卖 那有在卖呢 看了有关系 有人买啊 花钱去买 他一定会看 不要钱送给他 他不一定看 但是呢 他自己花钱去买 一定会看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要怕 也不要担心 一担心呢 我们就不自在了 怕人家拿去啦 丢垃圾桶啦 什么 也不能 因意会死 那么 有人呢 的确呢 他拿着乱丢 那 也有有心的人 他回去收 然后再整理整理 再去收很需要的人 不要因意会死 但是我们只是 告诉他们 你知道吗 当然你需要呢 再来钱 不需要呢 那就让给别人 不要呢 是设定的版权 智慧财产权 这个 设定这个呢 将来来生就没智慧啦 因为他有健康 硬设 基督障碍 所以我们这些 牢上啊 他也做一个 榜样子 看笑话 所以我们应当啊 这样来 学习 他 那么以上讲的是 这个 这个利贪力 得到这五种自在 有这么多好处 那么 因果明了之后 我们就要努力啊 来修行 以贪力啊 定从布施 来下手 我们再看下面呢 啊 第三十九页 第五行啊 我们从戒称慧 戒称慧得八种喜悦心法 一无损恼心 二无称慧心 三无真诚心 四柔和辞职心 五得胜慈心 六常利益安众生心 七伸向官员众共尊敬 八以何人故述身犯事 贪称慧不得八种喜悦心法 一有损恼心 二有称慧心 三有真诚心 四出广 惨趋心 五得凡害心 六不作利益安众生心 七伸向不官员众共不敬 八以出广故素生可取 一有三部份 六哇 五十四 三十五 六五 六四 十五 十六 十五 十五 八十五 十六 十六 十七 中国人想求养生之道 有很多养生的理论与方法 但是如果只懂得养生 不懂得养心 病根不能罢除 体质就得不到根本的改善 得不到转变 你的心地清静平等慈悲 自然身心健康 百病不胜 往过来心存贪生吃 这是患病的根源 无论如何的保健养生都无济于事 我们人在六道生死轮回 也是从贪生吃来 如果把三毒环绕拔除了 不但身体健康长寿永远不生病 你六道也没有啊 十三月道这一步经是大乘小乘 各宗各派法门 修学的奉托课 不管你修哪个法门 离开了十三 那就不是佛法 佛特别祝福我们 中夜常念思维观察 十三 不容好问不善见长 那么这样就能朝日六道 成菩萨 成佛 转还成圣 如果十二多过于十三 念佛也不能往生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处 不但佛家重视十三 世间所有的宗教没有不讲十三 所以十三也是世间所有宗教 共同修学的法门 这个怎么能疏忽呢 那么我们静中呢 大家都知道 佛说观不量寿佛经 静夜上 佛还没有教鬼提西夫人 教他修十六观法之前 先给他讲 要先修静夜三福 静夜三福第一福 效仰物母 奉仕师长 持心不杀 修实善业 这是基础 那么第二福才是 受持三规 基础重见 不患归 第三福 花菩提心 深信因果 独送大圣 去进行者 这是我们净土中 净土 三经 佛说观不量寿佛经 这样的 那么六观净土中 跟灌经的言很深 在中国 静中 二祖 善导大师 祝解 佛说观不量寿佛经 四体书 你看我们这个真上士 大家中午如果到大殿去拜佛 当中阿弥陀佛 当中阿弥陀佛 右边就是善导大师 左边法来上来 我们净土啊 这个净业三福 佛在观经讲 是三世诸佛 净业正业 那么第一福呢 就讲到 修十善业 十善业 具体的说明 就是这一部 十善业道经 所以我们 念佛人 要往生西方 这个也不能输入 那么在 无量寿经 往生正因 这一品里面 也讲到 修十善 你修十善 然后 信念念佛 求生净土 灵命中呢 就会 不经 不复兴 不顛倒 这样自在往生 可见得 这个十善 是住行 念佛 是正行 那么 如果我们 这个十恶 这个恶念 那么 念佛 就 达不到 大师之菩萨讲的 净念 都是六根 净念相经 为什么我们 念佛不能 多色六根 敬念相经 因为有十恶页 这个恶页在障碍 二页去掉了 那你要多色六根 敬念相经 就不难了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我们眼光一定要放大 也不要怕死 这个讲到死人 大家都会胖 但是学佛的人 特别是念佛的人 就不能胖 这是早晚的问题 有生 有生他就有死 问题是死了以后 要到哪里去 这个问题比较大 我们绝不贪腐 眼前的享受 造成将来痛苦的温暖 这个我们念佛人 眼光要大 那么环老里面 三毒第一个是贪 称慧是第二个 那么我们为什么称慧呢 贪不到就称了 你得不到 得不到 你想要占有 贪欲就是想要占有 去控制 那占有不到 控制不到 那就 是称慧心 所以贪生吃是 协知协解 这是我们自信本来没有的 可是众生无量节以来 迷失的自信 长节轮回 染上了这些毛病 养成了习气 要戒除当然很难 如何能戒除 唯有一门深入 长此心修 才能回头试案 靠每天读经还不够 还要天天听经 听经之后还要研究讨论详细讲解 我们才懂得怎么去依教奉行 经练不懂得怎么吸 这个还是没有效果的 所以每天读经还要听经还要讲解 这样才有可能知道怎么去依教奉行 在生活当中知道 哎哟我怎么怎么去做 而且还要有人做给我们看 那么老和尚如果他这几十年来 他讲跟做他都要表演给我们看 如果只有讲他没有做 我们也不晓得说他怎么修 比如说几个例子 不施那怎么不施 不施两个字我们看得懂啊 怎么做完呢 然后他就做给我看 他没有版权 这个叫不施 那很多人都要版权 那是很具体的 然后就说哦 要这样做 那他有钱呢 就是为会 就是 他他就 不施 刚开始呢就是很痛 拿出来像割肉一样 坚硬那个心很强 但是呢要对峙 要不施 那我听经之后呢 我也开始写 我写的我也是一样 好痛苦 那个钱不要不施多好 放着我可以 我用了好几天 以前我在家呢就是也是许啦 听了经我也 老上就这么做 那我们也许 那我就 多少来布施一下 硬坚了 那么布施之后呢就要放下了不要挂碍 就是布施 那么我们布施出去呢 也就不要去烦恼 那个钱啊 如果有人他拿去做好事 那么我们也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不然呢 布施之后呢 我们心都不清净 要去管他的事情 这个也是心不清净 所以以前我们族馆有一个出家众 他是一个退伍金人 有一些退伍金 常常又来印金 印金呢 他说哇这个金的送到哪里 有没有毒啊 怎么样 我看他一天到晚非常烦恼 后来老上给他讲 你这样布施的这么痛苦 什么意义呢 那么更早期呢 有人布施啊 就是印金 那印金我们当时印金都有 珍惜 说我们收了多少 哪些人收了多少 印金的功德方面都打在板前页 那么那次有一个基士他负责 那后来呢就是 那时候韩馆长已经负责老上 后来这个金啊 他印了剩下十几块台币 十几块台币呢 那个基士呢就不客气 这个十几块台币到哪里去啊 然后我去问师父啊 问了好几次 后来呢 十几块到哪里去 是在讲师父他也不知道 后来师父被他问了 大概说不了 后来在讲经的时候 大概三十年前 我就听他在讲 那时候还没有划上读书吧 师父就说呢 那十几块呢被我吃掉啦 那十几块呢被我吃掉啦 那十几块就吃掉啦 那十几块呢被我吃掉啦 师父他最后呢没办法 问了师父他受不了 他说那十几块呢就被我吃掉啦 所以我们布施啊 你把那个因果讲清楚 他拿去也是因果他的事情 比如说你要 因经啊 或者做什么功德 你跟他讲清楚 就像新加坡那个坛禅老上 他卖那个乡竹赚的钱啊 他自己也没有吃的好一点 他都拿去大陆的 去试院 去补师 然后就给那个主持讲啊 我这个钱是要给你恢复这个试院的 那因果就是你的啦 做得如理如华 那你有功德 做得不理不如华 罪过你要负责 要负责因果 交给他就不再过问了 这样我们心才会清净才会自在嘛 如果你布施出去呢 一天到晚你去调查 那不是更麻烦 你就干脆不要布施好了 自己去做就好了吧 所以我们委托人家做啦 你就要信任他 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就不要给他 这样你才会自在嘛 这个都是教给我们一些 比较具体的一些做法 那所以有一些 其实拿钱给我 我也是这样讲清楚 我说这个翁归共识归时候 我说如果你供养道场 印经啦 或者复制道场做什么 我们都一定要开手机 你不要我也要开 你不要呢 我要把那个手机开了 放在万一补算面前 然后给你回向 一个月就把它划掉 那人不知道呢 我补算他都知道 那我说你红包给我呢 我没有收紧 我只能跟你说谢谢 如果你不怕我吃掉就给我 如果怕我吃掉呢 那就不要给我 你自在我也自在 彼此没有压力 如果你一旦给我呢 你就不要管我要怎么做啦 那我吃掉呢 那我要下地狱啊 是我的事情 就不要管啦 那如果你相信我 那你就给我 不相信人家 就不要给我 我都是跟人家讲清楚的 给我红包那一道 我没有收紧啊 对不起啊 那么这个 我们明白这个因果啊 我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就知道怎么做 那我们 我这些年呢 跟着师父这样修啊 我没有修得他那么好 但是修修也是有一点感应 也是有一点效果 本来呢 我也不想要到他 但是呢 这个 我们为了做这些 跟大众结缘的事情 那也是别人不做 我们捡起来做 那我们做呢 当然就要付出啦 要付出啦 你要牺牲要奉献 那如果有人做呢 那真的是很好 真的是要跟他典礼磕头 这个好处他要做 我们只要随喜功德啦 我们功德跟他一样 你知道我们又轻松又有功德 能和乐而不为 他做的人还要做得辛辛苦苦的 所以明理的人啊 他怎么样啊 多好 有人做就让人做 没有人做呢 那只好我们来做 那别人有人发心做呢 那是最好的 那我们一定要随喜功德 不要深称灰心 那么我们大家呢 在一起共修啊 每天共修研究 讨论 道理越清楚越明白了 那才有能力应付 现前社会这些复杂的思想 在滚滚红尘里不失 心静心 贪欲之害呢 它是时间长 那么缓慢 那么称灰之害呢 时间短很猛烈 定光祖师在文超记载 有一些无知的妇女呢 以前呢 这人都吃等奶 那么如果发脾气啊 那个喂奶给小孩吃呢 那个小孩往往就被毒死了 这个在西洋 发生过这个事情 后来有医生去化验 这个人生气了 他那个奶去化验 就那个血液啊 就变得毒素在 所以一光祖师特别慈悲啊 他说这个以前医生都没有 讲过这个事情 那么他看到呢 西洋有一个妇人啊 生气了 发脾气呢 喂奶 把那个孩子毒死了 他说 他知道很多妇女啊 不知道呢 发脾气的时候啊 不可以喂奶 那个奶油毒 他一直吃了会死 一定啊 要等到这个心平气和 你那个心完全平静下来 这个时候 又恢复正常 才可以喂奶 可见得这个称慧呢 也非常可怕 对我们身心有非常严重的伤害 那么要怎么修称慧呢 要修冷露啊 冷露呢 对自称慧 佛华讲啊 如果我们不修冷露 常常发脾气呢 一念称慧起百万丈人开 佛又说了 佛烧功德里 佛是称慧的 发脾气 这个功德呢 就是清进去 修功德呢 如果发个脾气呢 这个功德就被这个称慧佛烧光了 什么功德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有多少功德呢 要看我们什么时候发脾气 看到心平静下来 到现在呢 一直都还没有发脾气 那这段时间就叫功德 如果还气呼呼的 那个没有功德 那个功德都烧了 所以要累积功德呢 不容易 福德呢 那就没有问题 福德呢 是福报 那功德呢 那功德呢 是清净心 不只称慧心才是功德 若离称慧极德八种喜悦修法 这个发脾气啊 这个也是我们平常啊 要这个虚的 那么对治这个称慧心啊 佛经上也讲了很多方法 在五庭心观讲啊 这个多称众生慈悲观 修慈悲观 那么也可以求佛力加持 古文评讲啊 这个多念观音菩萨 念观音呢 那么求观音菩萨加持呢 让我们贪嗔痴这个烦恼 可以慢慢的减少 这些都是方法 那么最近这个 至善圆满 至善多元文化教育啊 印了一部冷经 白冷 等待呢 等待呢 这个书啊 我们可以多看看 这个对我们帮助 借称慧啊 应该呢 是 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看了之后呢 还是要实际上 要去修 那么特别呢 要从明理 明白道理这个方面下属 如果不明白道理啊 这个静静一来啊 我们那个习气 自然它就滑坐 控制不了 这个 一方面啊 我们多听经 明理 那么 不需定 你这个心愿定 那就 越容易呢 压住 称慧 如果心浮气躁啊 人就容易花脾气 所以每一天呢 最好有个静坐啦 念过啦 这个心啊 定的时间 越长压 过去呢 上一次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 我如果一天读七部 无量寿经文 那就称慧习气 在过去呢 十几年前啊 十几年前啊 就 你看到一些 不顺眼的事情啊 你就不会生气了 如果今天呢 这个修定的时间不够 那心就烦了 心浮气躁 那最容易啊 脾气 所以修定啊 多静坐 修定 多念佛 我们用念佛方法 静坐念佛 修心养修 让这个气啊 停下来 你这个定功越深呢 那遇到的境界呢 又越能承受 一些秘境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这个修定的时间啊 静坐时间来更加强 古人就是 收射这个福气 心浮气 做这个气 让它降不下来 给它沉淀下来 然后呢 你就比较不会发脾气 如果你忙了 忙了就端端端 在心浮气照 看那个忍是看的啊 看着那个忍还是照样发脾气的 所以我们那个忍忍师啊 现在在 在这个马来西亚里进 牢上给他取一个 把号叫忍忍 那忍不过呢 他就发脾气了 就是呢 会发脾气 所以牢上了 他就 这要你忍 那有一次呢 他在香港 住在一个 电影明星的家里 他那个电影明星 是以前演武打片的 我也去看过 然后呢 他这个电影明星 他的妈妈呢 就告老和尚 这个忍忍师呢 在他家呢 他在手插腰指着他鼻子骂 那老和尚呢 就是骂悟忍师啦 你怎么住在人家家里 还手插腰去 比较指着鼻子骂呢 那悟忍师呢 瘦了蛮酷的胃气 哭啊 打电话给我 他说二师兄 我住人家家里 我可能 去查腰 然后指着他的鼻子骂 那我说 哎呀 不要伤心 不要伤心 这个师父在磨练你啊 是不是给你几个包 叫悟忍啊 就是要你忍啊 你忍得过就是你的啦 忍不过就是别人的啦 所以你不好忍 一把刀插在心上 那讲的时候很容易啊 但是 该发脾气就发脾气啊 这个平常啊 你没有做这个工夫耶 竞技必来耶 真的 我自己也试过好几次啊 在还没有逆境来的时候 我有个讲的 要忍路啊 也欠别人忍路 自己碰到的时候 管他什么忍路啊 就不再说了 就会这样 但现在呢 我想起来 这个 我经过这些经验啊 多休定 静坐啊 每一天啊 你定的时间啊 非常遥 借能自贪 定能自称慧 慧能 破一次 借定慧 借定慧呢 就是熄灭贪神痴 那么我们如果 离开这个称慧呢 我们临命中啊 一公分就会得利啊 临命中最怕呢 在这个最关键最后一天呢 花个脾气 那就死 就完了 所以为什么 临终啊 不可以 人到 断气的时候 八个小时不能动 连床都不能碰 就怕他碰了 他有痛苦 他那个称慧先就要起来 称慧先起来 称慧先起来 他就落地了 所以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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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 如果你 你练到一心不乱的人 那你怎么动 他也没有关系 你拿刀割他 他也无所谓 那如果没有那个功夫呢 说要坚弃坚弃 那当然啦 你现在人好好的 坚什么都可以 但是呢 你一旦生病的时候 那个时候没有给你打麻药 给你割下去 你会不会痛 那时候呢 痛是真的啦 其他都是假的 痛是真的 那痛的时候 就怎么样 就称慧先 落落 所以我们净土啊 就是 强调这个 不 是奋斗 最少八个小时 十二个小时 能够练到二十四小时 最好 最少八个小时 他的身世才会离开身体 所以我们平常如果有能力浮烦恼 不起现行 那么这一身求生净土才有把握 那么离称慧第一种喜业心怀 无损老心 损是损能力极 脑呢 就是让人烦恼 所作所为呢 令别人讨厌 那么要真正做到无损老心呢 就要离称慧 反过来呢 就是 常常去损老别人 第二呢 无称慧心 表现在脸上叫称 气在心里不说出来叫慧 这个都可以 那么有了称慧心呢 就不能跟人和睦相处 常常跟人家有冲突 这些都是称慧的现行 那么世间人呢 稍不如意就生气 就怨恨 那么这个称慧心一起来呢 我们的理性 智慧都被蒙蔽了 那么有这个称慧呢 跟人家结焉愁 生生世世 奄冤相报 这个文昌帝君 英志伟 文昌帝君呢 他就跟我们讲 过去生呢 就是跟人家结焉愁 所以没生没世呢 这些报复呢 越来越长 也可以我们做一个视线 这个是无称慧心 那反过来就是有称慧心 那么第三呢 无真诵心 真是真论 真诵 诉诵 凡事呢 在法院啊 告来告去啊 一定是心不平 心极端的不平 不平衡 存有怨恨 那才会去诉诵 那诉诵呢 就是说希望啊 就是赢对方 这个都是真诵心 真论诉诵 离称慧 就没有这个心了 如果没有离开称慧呢 那这个真诵心是难免 所以我们看看啊 有一些人在打官司啊 道来道去的 那双方面都一定有称慧心 那如果一方面 他没有称慧心 他就不会去征充了嘛 那就是让他了啊 他就等下来了 这事也就化解了 所以地址规也讲啊 原理忍混赐品 那在原理上啊 就是退步 忍一忍 那愤怒啊 自然就 没有了 就不会有征充 那反过来呢 就是常常啊 会有征充的啊 意思呢 柔和慈慈心 这个柔和慈慈心 佛经上讲 这个世证法界 身文言诀 全教菩萨 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 他们的慈悲心 那如果明心见性呢 是法身大事的 大慈悲心 那么天人呢 六道的天人呢 他们也有慈心 他们的慈心呢 不能算大慈悲心 是有慈悲心啊 所以社界天人啊 就要修慈悲喜使 那么此地讲圣者呢 那当然呢 是指超越六道 那如果把这个标准降低呢 那起码世间呢 能天道的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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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初世间的圣贤呢 那就是身文言诀 读杀以上的 到佛 等圣者的慈心 有这个慈悲心 就是离称慧 那这个慈悲心啊 慈心它自然就流不出来 如果你想一想 一个人呢正在生气呢 他怎么会有慈心呢 恨不得给你 给你剁成肉酱 那怎么会有慈心呢 那慈心就没有了 所以呢 慈心啊 要离称慧 它才会陷阱 那慈心每一个人都有 本来就有 因为被这个称慧的烦恼 障碍住他 如果不离称慧呢 当然就得不到圣者慈心 第六呢 常安 常做利益安众生心 这个常做呢 是一切时一切处 无论瞬间逆境 利益众生从不见断 另一切众生得到平安 这是大慈悲心的落实 那么我们老和尚也做一个 榜样给我们学习 真的是年纪这么大 还真的是常做利益安众生心 希望这个世界的灾难 能发解 起码也要延缓 延缓一天发生灾难 就是无量功德 希望灾难也能够减轻 那么要利益众生 众生没那么好度啊 众生呢 你利益他呢 他还会怀疑你 你到底有什么企图呢 你这些活法不要钱 人家都要卖钱你不要钱 你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去年 我们老和尚在法国巴黎 联合国教科典组织 办那个卫塞节 就是纪念释交摩尼佛圣诞2551年 然后呢 他演讲 他就讲了 他说很多人怀疑我啊 有什么目的 有什么气 他说我们的确有目的 的确有企图 什么目的 什么企图呢 希望把坏人交成好人 希望啊 把这个世界和平 我们企图是这一个 那么众生呢 众生呢 因为有很多忌妒障碍 然后呢 你要做点好事呢 好事多猛 他都会来伤害你 你好意对他呢 那么还要遭受众生的 鼓入诡谤招叹 然后呢 可以打个问号 时时刻刻呢 怀疑你有什么气图 那么 遭受到这样的对待 我们一般人 算了 我们做了那个幸福干什么呢 对你有好处 你还一直在怀疑我 还要给你们伪棒 还要鼓入 还要障碍这个障碍 算了不要做啦 但是老上表现给我看 还是做 他说呢 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 有时候呢 我自己呢 跟着师父在走啊 我说呢 师父手没有软啊 我会先软啊 但是看到师父在做呢 我们还是要再提起来 不然呢 老上他说 现在他在澳洲啊 他也是 那个澳洲政府 发给他荣誉公民啊 他在那个金色里面啊 很自在啊 他何必去 受这些苦呢 但是为了众生啊 所以我们做一点 红华立身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心理准备 不要怕你要障碍 这个障碍啊 时时刻刻的等着 所以呢 现在呢 喷到多啦 也就比较习惯啦 走到哪里 都是我的一些事情 那老上呢 遇到那么大的障碍呢 都能忍啊 那我们这一点 就不算什么 所以 无论顺境逆境 地义众生呢 从不见论 这个叫常做地义 安众生心 那么如果有称慧心呢 当然就做不到啦 那么一气之下啦 那不要做啦 谁怕谁 对不对 何必受那些苦呢 那瘟瘟朗朗的 何必呢 但是呢 宜称慧呢 我不在乎啦 有障碍 所以老上呢 教我们啊 遇到障碍怎么办呢 他说要学老子 中国老子啊 这样啊 上上落水啊 他说那个水呢 往下流 那个水喷到石头怎么办呢 他这样值得流不过去呢 他转个关 还是继续流 这个以前啊 在华上图书馆啊 就 这个老上他真的在修连路伯罗密啊 他如果没有在图书馆 给馆长只要磨练啊 这个三四年啊 现在遇到这境界一定会退些 在那边磨的啊 那馆长呢 有时候到美国去啦 要动百货公司啊 那个尼仲在买什么银子 我也要去看看 这个白米种这个 我就看师傅他怎么办 师傅都很自在啦 不所谓啦 那馆长的儿子呢 他要吃 没有吃素 那我跟吴德斯就站在旁边 那老板一面啊 摇那个肉跟 这个出家人你在吃这个啊 那我就不晓得从何说起 如果在日本的和尚呢 应该是 没有吃个问题 但是在台湾呢 你们出家人也有吃肉跟啊 从时候出家人啊 开始吃荤啦 那我站在那里呢 我实在想 不晓得该怎么办 也不晓得 说什么就干脆 就不要回答 这个都是修忍路啊 不好修啊 所以忍路呢 六路摆在第三个啊 所以要透称慧 要通过这一关的 这个 这个 讲一讲比较快 我们看第八种 喜叶心法 以何人故素生患事事也大 你能够和 与一切众生和睦相处 让人啊 能够承受一切善恶 顺意进行 那么 如果你不念佛求生进行 你很快速的 往生到万世 这个万就是大万天啊 世界天 因为能够忍路呢 才能得定 这个布施 慈戒 忍路 精进 禅定 才能得禅定 如果你受不了啊 就没有定 定呢 是自称费的 那么这个 修忍路 我们就讲到此地 我们再看最后一条 借邪欠 借邪 借邪吃见 得成十功 成就十功得法 一 得真善意乐 真善等理 二 深信因果 凝损生命 终不作恶 三 为归依佛 归于天等 四 实信正见 永离一切 吉凶以往 五 常生人天 不耕道 六 无量福贵 转转真胜 七 永离邪道 行于圣道 八 起身见 舍诸恶印 九 所住无外见 时不作诸难 幻邪之见 不成就 十功得法 一 师 真善意乐 真善等理 二 不信因果 凝损生命中 作恶 三 为归于外道 于天等 四 屈心邪见 难离一切 吉凶以往 五 常生恶趣 不耕善道 六 六 无量协会 转转真胜 七 永离正道 雄于归道 八 常起身见 舍诸善业 九 柱有爱见 时 常渡诸难 这个是碗面的 戒邪之见 就是离一痴 可以得到成就十种功德法 第一个就是得真善意乐 真善能有 这个真善等理就是真正的善知识 善有 这个要离一痴 那么如果不离一痴呢 他不认识什么叫真善知识 把那个假善知识呢 当作真善知识 当然他就丧失真善意乐 他得到的意乐 那不是真的 所以有些人呢 学到那个邪法了 错了 他不知道 这第一种功德 那么一痴实在讲 贪嗔呢 还比较容易对止 因为贪跟嗔这两个烦恼 我们比较容易混变 贪心 嗔会发脾气 大家比较容易混变 一痴比较麻烦 一痴呢 就是是非善乐 他的增旺邪症呢 他颠倒了 他不明白 他没有办法混变 错的当作对的 对的当作错的 那你给他讲呢 他说是你错啦 不是他错啦 这个就很麻烦 那如果说贪心 我们跟他讲 对 这个贪心 不对 嗔会心发脾气 这个是嗔会心发脾气 不好 这个比较容易混变 那医痴就难了 医痴比那个贪痴更难 那么这个对治医痴呢 一定要不胜贤素 要遇到真善之事 这个要自己有善根 自己善根怎么培养 多度尖 亲近善友 所以医痴比较麻烦 所以医痴比较麻烦 比贪痴更麻烦 邪知邪见 他自己邪错了 以前我的亲家 我大嫂的母亲 他去信了一个教 要发誓 不可以违背 违背会被雷打死 后来呢 我到早邪了佛 吃醋欠他来 邪佛 送我上街 那每一次呢 天上打雷 他都吓得刚才躲进去 就给他讲 不会啦 保证不会被打死 你不要怕 到最后呢 他不是被雷打死的 是念佛祝念他往生的 那给他 有一些人给他讲 他不相信 他骗他的 他就相信 听骗不听劝 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那医痴很麻烦 他错了 给他纠正 他不接受 他还说你错啦 不是他错啦 第二 身性因果 灵损生命中处 那么 不邪见的人呢 那么他 对因果 身性不疑 当然啦 灵验呢 这个命没有了 他还会去造作恶业 他知道了 这个造作恶业呢 有果报 这个生命没有啦 那顶多呢 要换你的身嘛 那他来生不会堕落嘛 那如果你造作恶业呢 那来生就会堕落啦 那么 有医痴的人 那当然啦 他不能相信因果 你跟他讲这个因果报应 他不相信 他不相信 所以呢 他灵愿呢 损生命 还是要造恶 第三 为归佛 归于天灯 这个佛是三界导师 佛是三界导师 那么一道佛法 知道 归于佛 就是依照佛在经典的教导 来学习 那么 天人的智慧呢 比我们人间要高 比我们人间要高 但是呢 他还没有出六道 所以当然 这个天人的智慧 不能跟佛相比 佛的智慧是究竟严满 天人的智慧呢 不究竟不严满 那么我们 当然啊 以佛为标准 以佛为标准 所以 为归佛 归于天灯 这道佛呢 是三界的智慧最严满 那么天人呢 有智慧 比我们智慧高 但是呢 跟佛 他是不严满 不究竟 那么你信仰的其他宗教 来学佛呢 那个天人呢 也会赞他 因为天人啊 上帝啊 也是佛的学生 你看啊 地藏间啊 佛生到刀立天宫 为母说法 刀立天宫的天主 就是一般 我们中国人讲的 玉皇大帝 西洋讲的上帝 遇见第二成天的天主 但是佛的学生啊 你来归佛啊 他也会很高兴 很赞叹的 那么 医师的人呢 他就不懂得归佛了 你拿佛镜给他看了 他就不接受 这个就没有智慧了 第四呢 执心正见 永离一切 吉凶于王 执心正见 也是要离于赤 那怎么离于赤呢 阿兰问世佛 吉凶经给我讲 我们学佛 第一个条件啊 要亲近明师 对佛法真正通达明白的老师 来给我们指导 你学了才不会学错了 那么你学对了 那永远离开一切吉凶于王 对吉凶佛法 你就没有怀疑了 这个广是形容的 密密麻麻的 疑惑太多了 阿兰问世佛吉凶经 是一个具体的经典 阿兰尊责请问释迦牟女婆 为什么有的人学佛得到吉祥如意 有的人学佛得到凶灾呢 到底学佛好不好呢 是不是因为学了佛呢 才遭到这个不如意的果报呢 那佛答复了他这个问题 讲了一部 阿兰问世佛吉凶经 什么学呢 他得到吉祥 那学错误的人 那代表他的果报是相反的 那么这个都是靠智慧 那么智慧呢 我们从老师那里来学习 所以第一个条件 崇明师受戒 真正的三知识 接受他的指导 你才不会学错啦 第五呢 长生仁天不跟二道 那么离邪见的人 不邪见的人 他的知见证 当然他不会照恶业 那么纵然在六道呢 他也不会剁三恶道 总是在仁天善道 那么依次呢 那容易照恶业 当然剁恶道的机会 多啦 第六呢 无量无贵转转增胜 这个智慧呢 他是转转的 一直增长 越来越殊胜 你学对了 一定是这样的 如果反过来呢 他就 没有福费了 那个智慧呢 越来越差了 第七 这些永离邪道 行离圣道 这邪道是什么呢 就是错误的 他修邪呢 方向错了 这个邪呢 就是偏邪的意思 这个邪呢 跟邪邪的那个邪是意思一样 邪这一边或邪那一边 他不是在当中 那个叫邪道 那么行离圣道 圣道里 佛菩萨圣邪之道 这也叫做康庄的大道 光明的大道 成佛之道 他反过来呢 他就是 学了邪道 违背圣道 第八呢 不起身见舍诸恶 我们这个邪见 第一个错误的见解 就是执着这个身体啊 是我 真正的我呢 我们反而迷失了 忘失了 第一个呢 要破了就是 身见 不要执着这个身之理 那才不会呢 为这个身造诸恶业 如果不起身见 我们这个身 就舍诸恶业 不会为这个身 自私自利 造了很多 损能利己的事情 就不会了 那反过来呢 执着这个身见 执着这个身见 这个恶业呢 就 没有办法舍离了 这个恶业呢 一定来一步 所以我们学佛啊 第一个破除的身见 就是这个见解 就是这个见解 不要执着 那么也不是说 叫你去破坏了 自己的身体 就跑去自杀了 那错了 佛没有这样教我 绝对不能够错会了 不起身见的就是 不会呢 不会呢 为自己享受啦 不会只想到自己去享受 那自己有时间 有精神 能力 替大家服务嘛 那像大家呢 来这里听经啦 来这里做义工啦 那你就是没有享受了嘛 你这个身啊 就奉献出来 把你的时间 把你的身体 来为弘扬佛法 好吗 这个 让大家知道 大家不要讲 他坐在这里 好像没什么 你如果懂这个道理 你坐在这里 修了很大功能 这个佛在监业就讲了 上节课跟大家讲过 那么我们 东京京东协会办这个法会 就是 意思 我们给这个 日本的试验 潜移默化 带动这个 清静的风气 那么我们这个范例啊 我那天看到我们这个 这里呢 了凡私信的犯人日语的 非常好 非常好 那最近有同修和 牢上的认识佛教 那有在节延假 这次我们印了一些 比较通中日文的人 也请大家多多指教 参考 有什么地方 可以提供宝贵的建议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要帮助 日本国教的 大家 有这个心 要牢上 带我们来啊 他就交代我这个任务 我也要 朝这个方向 请坐 这个事情 大家要 同系 协力 那么我们在这边讲座呢 我们大门口啊 也有标题啊 佛说十成叶道经 那凡是走过的人啊 他也种了善根嘛 重来他没有听 他看到了 也给他种了善根啊 他知道这部经啊 那个事业门口 不是一切的 牌子很大嘛 放在哪里嘛 这样就给人家看了嘛 就像天阿弥陀佛一样 让人家看了 他也种了善根啊 那么大家来了 做影响众 这个做无量功德 功不堂坚 那第九 住五外见 五外见就是没有障碍 他这个见解呢 像华元坚讲的 理事外事事外 对事对理啊 这一切的见解 他没有障碍 没有疑惑 那还过来呢 就有爱 死不惑出难 这个难就是遭遇困难 佛在经上讲 八难 八难啊 这个三二道就散终了 第二个初生散终了 那么还有 盲农阴阳 长寿天 北据如舟 佛前佛后 四字便臭 一共八种 我们 离这个邪见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八种那里 你这一生啊 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 如果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呢 你正知正见 归一三宝 那来生呢 你再去投胎啊 还会生到有佛法的地方 继续文化修行 但是我们修净土当然 希望啊 我们这一生 往生极乐世界 去坐 这个是最殊胜 最圆满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一次讲座 道寿延满啦 那么这个经啊 我就 把这个佛异大师呢 这个十善乐道经解囊 这一次啊 要大家 介绍到此 这个经我们 要长始熏修 我们同修啊 有参加前程的啊 我们发一个 这个证 这个证书啊 是鼓励的限制 那不是毕业啊 毕业呢 就是十条都做到了 就毕业 那个不用我发啦 佛菩萨会发给你 那我们我发的呢 是一个鼓励的限制 就是说 大家呢 花心来学习 因为老后上 现在呢 最强调的就是 地址规啦 太上感应篇啦 佛说十善乐道经 那我们学佛的人啊 这个十善乐道经 特别我们修净土的 净月三福第一福 佛就交门 修十善乐 我们这门功课啊 要先把它修好 然后呢 我们才能提升 这门功课还没有修好 就还没有毕业啊 要补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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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给他们租界地方 要看看师院啊 他这边实践怎么样 我们租界地方啊 总是要配合他们 那这个 再研究 再研究 那么有的消息啊 我们这里 听众协会呢 他会把这个虚集啊 给大家报告 那最重要呢 大家平常还是要 家里啊 多讯息 特别导楼上的光碟 多听 现在听这个都很方便 这个机器也不贵 那么光碟呢 你自己时间 在家里你要听哪一种 听一几片 都很方便 不然呢 那个网路电视呢 也可以 微信电视也可以 或者看书 这个都好 总是呢 我们要 尝试熏修一门神秘 这一生啊 才能有决定性的成就 希望我们大家呢 一起来共勉 大家呢 在一起是一众靠众 那我也依靠你们啊 我们互相依靠 因为你们没有请我来讲经 可能 我在乳山玩水 你请我来讲啊 我只好要在这里 坐在这里 大家呢 是互相依靠 好 那我们 来念佛回向哪 谢谢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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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